本节是食操课 我们今天呢要讲解的内容是 中式烹调师 油导热热菜制作 溜泪 糖醋排骨 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本节课程的学习 内容将从以下六个部分进行 首先第一部分呢 我们要了解今天的时讯目标 第二部分 我们要了解今天的时讯内容是什么 以及第三部分 我们要了解今天时讯内容的具体操作步骤 第四部分 我们要掌握今天的 今天溜泪菜肴的技术关键点 第五部分 我们要明确知道今天菜品的成品特色 它具有哪些特点和特色 以及第六部分呢 我们将进行任务思考 便于我们举一反三 下面我们逐步进行 首先看到第一部分的知识 掌握今天的时讯目标 我们今天的目标呢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呢 是掌握溜的概念和操作要求 溜的概念和意义是什么 以及它具体要求我们怎么做 第二呢 我们要掌握溜泪菜肴的技术关键 掌握这个关键呢 便于我们在日后的工作生产中 遇到问题 可以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我们接下来呢 继续开始学习 首先看到第一个知识点 溜的概念和操作要求 第一溜的概念 溜是指将切配好的小型原料 或者整条的原料呢 经过马胃之后 经过腌制 选用滑油油炸 蒸煎煮等不同的 初步熟处理方法 加热成熟 再浇淋芡汁 或者呢 投入调好的芡汁当中 进行翻拌 炒匀 然后盛菜的喷料方法 我们要先经过滑油油炸 蒸煎煮煮等不同的喷料方法 然后呢再进行盛菜 这是它的一个概念 溜的特点呢 主要是突出我们嵌汁的应用 其嵌汁的宽载度呢 也是因为菜品的不同而不相同 比如说我们糖素排骨 要求的嵌汁呢 就仅仅包裹住原料 要爆汁 量最少的汁线呢 也比我们炒菜 爆的汁要大一些 就是说我们最少的量呢 也会比我们炒 爆汁类菜肴 下面的汁水要多一点 这里的大呢 指汁欢 多 就是说指的是汁 比较欢 比较多 然后呢 溜是指汁线的浓稠度 比较浓 那我们有以下的划分 首先是第一个 按照质感来划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分为胶溜 滑溜和软溜等等 按照它我们成菜的一个质感 口感 第二呢 按照味型来分的话呢 我们有糖溜 糖醋溜 以及醋溜 这是按照它的味型 比如说酸的 甜的 或者呢酸甜的 这些方法 第三个划分方法呢 按照汁线的使用划分 有锅中滑溜 或者呢 有锅外浇淋 这两种方法 这个呢 是在锅中进行溜制的 进行出加工之后呢 我们放在锅里面 把芡汁裹匀 而这个呢 是在成菜之后 上叠之后呢 我们再把芡汁浇上去的 所以呢 是两种方法 比如说这个 糖醋排骨 就是在锅中溜制的 然后 那个锅外浇淋的呢 然后锅外浇淋的呢 我们是成菜之后 比如说我们的鲤鱼 就在锅外浇上去的 以及第四种 按照汁线的制作呢 可以划分为 对汁溜制 或者炒汁溜制 两种方法 以上呢 这几种就是我们 溜的划分了 具体划分 然后我们再看到 第二个知识点 它具体的操作要求是什么 第一 原料一般加工成片 快 断 或者呢 系上花刀 最常用的形态呢 是滚刀块 厚片 菱形块 那切好的原料呢 要经过马胃处理 要经过腌制 不然的话 我们等一下经过手处理之后呢 它是没有味道的 因为我们马胃之后呢 通常要经过油炸 炸了之后呢 表面就会干身 里面就进不去味道 所以呢 我们要通常进行马胃腌制 第二原料的手处理 溜汁的菜肴 都要经过油炸 滑油 蒸煮等方法的手处理 成为滑嫩或者焦脆 等不同质感的翻成品 第三 调制我们的溜汁 就是调制较为浓稠的味汁 我们可以事先调配好 也可以呢 进锅里面去调配 一种是锅里调配 称为沃汁 就是把菜肴所用的调味品 汤汁 烹入锅中调好口味 然后再勾芡而成 另外一种呢 把调味品与汤汁 水淀粉放入碗内 调好 也称为对汁 我们也称为碗芡 通常是这两种方法 我们再看到第二部分的内容 今天的时序内容 我们今天要制作一个糖醋排骨 这是一种糖醋溜的方法 主要有排骨250克 七红椒各一个 鸡蛋呢 一个 淀粉适量 七红椒的作用呢 主要是起到一个 去除异味或者增香 然后呢 丰富口感 并且呢 它可以有非常漂亮的搭配 调料方面呢 我们用到 番茄酱100克 糖20克 水30克 蒜蓉适量 再看到第三部分内容 操作步骤 首先看到第一个 制作过程 第一步呢 把排骨砍件 然后呢 冲水去血污 七红椒改刀成 菱形件 备好料头 这第一步呢 就是我们原料的 出加工了 排骨呢 砍件之后 拿去冲洗 在冲洗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拿点盐 去进行腌制它 就是说把它搅匀 搅起胶 以便于我们在冲洗的时候 可以去除它的血污 这一步呢 也非常的关键 切红椒改刀成菱形件 把它对半切开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修边处理 然后呢 45度下刀 修成菱形 备好料头 我们的料头呢 主要是蒜蓉啊 第二步 排骨中 加入盐 为筋进行初步的腌制 这个腌制之前呢 我们要 吸干水分哈 因为我们刚才是 拿排骨去冲水的 所以呢 我们要先 吸干水分 用干净的毛巾 或者呢 纸巾去吸干 然后呢 加入鸡蛋 最后加入淀粉 搅拌均匀 鸡蛋的作用呢 我们可以加入全蛋 也可以加入蛋黄 它的作用 可以起到两个 第一个呢 是可以增色 可以使我们的排骨呢 变成金黄色 第二呢 我们加入我们的蛋黄 或者蛋液呢 可以使砸出来的排骨 口感更加的疏松 第三步 把腌制好的排骨呢 表面均匀的裹上干淀粉 裹的粉呢 不要太多 我们在干淀粉里面呢 可以加入一点点的即适粉 即适粉呢 可以起到一个发色和增香的作用 我们通常在裹粉之后呢 要把它稍微多余的粉呢 给抖掉 不要裹太厚的粉 第四个步骤呢 烧锅下油 加热至五成油温 下排骨 进炸至熟 这个油温呢 也非常的关键 我们可以五成油温 或者六成油温 下锅 高油温呢 可以使我们的排骨定型 特别是我们表面裹了粉 我们一定要高油温的放下去 如果油温低了 我们放下去之后呢 这个粉就会掉 然后呢 我们没有起到一个裹粉的作用 同时我们的油呢 底层会浮电着 会沉淀很多的粉 同时呢 我们的油 在炸完之后呢 会沉淀下来很多的粉 进炸至熟 就是说我们在定型之后呢 我们可以中小火 持续的加热 可以让它泡在那里 四到五分钟 然后它就进炸至熟 捞出来控油 捞出来之前呢 之前呢 我们要进行高油温 把里面的油逼出来 或者呢 我们捞起来之后 再炸一遍 让它表面呢 更加的酥脆 和里面的油呢 给充分的排出 漆红胶件可以略过油 漆红胶件 如果放到油锅里面过一下呢 我们就不用进行处理了 就等下直接倒进去 芡汁里面就可以了 因为它已经呢 基本上就已经熟了 青红胶件略过油 如果青红胶过了油之后呢 它就基本上已经熟了 所以呢 我们等会就不用飞水处理了 第五步 锅内呢 下油 下蒜蓉 爆香 加入 番茄酱 水 糖 炒成 糖醋汁 这一步呢 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口味 或者呢 根据我们客人的口味 调配成 酸甜 适度的 酸甜汁 也可以 加入适量的白醋 这样呢 它的风味会更佳 调成这个糖醋汁之后呢 我们如果这个芡汁不够浓稠的 我们要稍微的勾芡 勾芡完之后 我们再加入青红胶件 加入尾油 最后把排骨倒下去 把我们炸好的排骨呢 倒进锅里面 快速的翻炒 这样呢 我们的成品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再看到第四部分的油 技术关键点 首先第一个关键点呢 是我们选料方面 要多选用新鲜 新嫩 无异味的动物性原料 就不要选一些不新鲜 或者大异味的原料 这样会非常影响我们的烹调 第二 主料呢 多加工成片 块 条等 比较小型的刀口 那如果是整支 整条 整形的原料呢 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需要系上花刀 这样呢 它才会 成熟的比较好 第三 我们主料呢 它一般需要调料腌制入味 就是说我们要基本的码味 在我们上浆挂户之前 我们要先进行腌制 第四 要选用适合的锁衣处理方法 拍粉呢 或者挂户呢 要均匀 第五 制作的时候呢 要灵活 掌握火候 按菜品 质感的要求 控制杂质的成熟度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炸排骨 我们通常呢 是以 净炸的方法 使它内外成熟 就不要一直 高油温的进行加热 虽然表面呢 可能它已经 非常的脆了 但是里面 里面的部分呢 可能它还没熟透 所以呢 我们要注意这个杂质的成熟度 以及呢 掌握火候 什么时候捞出 因为捞出之后呢 温度还在这里 它还会继续的 颜色会加深 所以呢 我们捞出的温度 或者火候呢 非常的重要 第六 汤汁要适宜 芡汁的浓稠度呢 要适宜 出锅要及时 摆盘要美观 我们溜的菜肴呢 通常都会有 非常多的限制 所以我们在 出锅装盘的时候呢 就尽量 使我们的叠边 或者说 使我们的餐具 干净利落一点 不要搞得 我们的餐桌 或者我们的餐碟 到处都是限制 我们再看到 今天的成品特点 糖醋排骨呢 要求我们色泽明亮 我们在出锅之前呢 要加入少量的明油 这样呢 我们看起来 整个菜的光泽度 就非常不一样 然后呢 还会要求我们 外脆里嫩 表面要杂质酥脆 里面保持 它的一个口感鲜嫩 第三 酸甜可口 同样我们可以搭配一些什么呢 搭配一些菠萝 或者说搭配一些 西红椒等等这些 去进行烹调 这样呢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丰富 我们再看到第六部分 任务思考 我们刚才就学习了 糖醋溜的糖醋排骨 我们再来学习一个 主意反三 完成同类菜肴的制作 那我们制作一个交流礼籍 我们看到主料 礼籍油呢 300克 调料 金盐2克 料酒10克 生抽8克 老抽呢 2克 醋5克 这个醋呢 我们通常会选用一个陈醋 葱 姜 蒜 适量 鲜汤30克 如果家里没有鲜汤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水来代替 在辅料方面 青椒30克 湿淀粉10克 干淀粉100克 清水100克 以及色拉油呢 2斤 看到它的制作过程 首先第一步呢 把里脊肉改刀成 长4厘米 宽2.5厘米 厚1.5厘米的段 就是说把它切成又段 然后呢 料酒 盐 进行马胃腌制 它10分钟 给它最基本的底味 青红椒去紫 筋 然后切成 菱形块 葱花 姜片 蒜片 要备好 这些是我们的料头 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把调味品 鲜汤 湿淀粉 对成碗汁 就是说对成一个碗芡 备用 调制水粉糊 这个水粉糊呢 等会我们要进行一个 上粉的处理 调制水粉糊 这个水粉糊呢 等会我们要对这个 里脊肉进行挂糊的处理 第三个步骤 进锅上火 添油烧至六成热 也就是说我们的 180度左右 取肉段 将肉段呢 取出一半 放入壶中 逐渐的搅拌均匀 然后呢 用筷子逐渐的放在锅里面 肉段外皮变硬的时候呢 我们用肉勺捞起并颠翻 就说将它粘附在一起的呢 我们就颠翻它 就是把它弄开 将粘连的肉段呢 打开至于油桶上面 把它沥干油 不要让它一直在那里泡着 这样呢 我们的肉段会回软 而且呢 不利于我们的肉 不利于我们的油 流下来 流出来 把粘连的肉段呢 置于油桶上面 它可以散热 同时呢 也可以将多余的油 给沥出来 把另一部分的肉段呢 放入砸至浮起之后呢 将油温升至七成热 这个时候呢 将我们所有的油段 复杂后捞出 复杂的就是 把我们的油温升高 再把油段再砸一遍 这样可以使我们的肉段 口感更加的脆 并且呢 里面多余的油分 可以排出 然后再看到第四个步骤 锅内要留少许的底油 把青红椒 葱 姜 蒜 爆香之后呢 下入我们的油段 进行翻炒 然后呢 我们进行迅速的 将碗汁搅散 泼入锅中 将它快速的烹炒均匀 然后呢 淋入明油 出锅装盘 这个时候呢 要求我们一定要快一些 同时呢 火力要求我们一定要中小火 不要猛火 猛火呢 你一倒下去 它就立马凝固了 不便于我们操作 同时呢 我们很多新手啊 就会在这里 把菜品搞砸 所以呢 我们可以中小火 然后呢 倒下去之后 快速进行翻炒 我们这道菜的成品特点 外酥里嫩 明油亮芡 咸鲜味美 这个呢 就是我们第二个菜品 交流礼籍的制作过程 那通过以上的两个菜肴的学习 相信大家对溜这个菜肴的制作呢 有了一定的理解 下面呢 我们进入食操的部分 在这理论部分的知识 我们进入到食操环节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 溜泪的菜肴 糖醋 排骨 以上呢 是我们今天准备的原料 下面呢 我们先进入刀工部分 把葱呢 切葱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红胶呢 我们改召成一个菱形键 去头尾之后呢 我们把中间的纸给片开 改召成菱形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砍完之后我们开始腌制这个排骨 调入盐、糖、鸡粉、 胡椒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先加入第一次的水淀粉 这一次呢可以使它的肉质更加的嫩滑 然后呢我们加入鸡蛋液 加入鸡蛋液呢可以使它炸的时候呢更加的疏通 并且呢可以起到一个金黄色色的作用 然后我们腌制完之后呢将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好我们腌制完的排骨呢给它拍上干粉 要注意拍的时候呢要均匀一些 不要有太多的粉 把一颗颗的排骨呢我们裹上干淀粉 然后放在碟子中备用 好我们现在的排骨呢就已经裹上干淀粉了 下面呢我们开始油炸的步骤 锅内放入油 好 我们的油呢把它烧热到180度 加入180度之后呢我们再把排骨放进去 先把金融浆呢过一下油 那让它让它让它有一个初步的成熟 等会呢我们就不用飞水了 现在呢把排骨放到油锅当中 在放下油锅去炸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就先不用铲子去铲动它 这样会使它脱粉 等它高温定型之后我们可以稍微的翻动一下它 避免它粘底或者粘连在一起 高油温下锅之后呢我们采用中低油温进行进炸把它进炸至熟 在进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翻动一下原料 因为这个时候呢它的表面已经干深了 好我们等色则差不多了呢我们就开始捞起来 排骨捞起来之后呢我们把油温升高 复杂一遍 要注意好我们这个复杂的时候呢油温一定要高 可以使我们排骨呢表面更加的出退 而且呢可以逼出里面多余的油脂 然后呢我们起锅烧油下料头 然后呢我们起锅烧油下料头 然后搅拌均匀 然后搅拌均匀 对它进行搅拌均匀 对它进行搅炒 把糖给炒融 然后把我们刚才拉过油的七红椒键放入 最后呢把我们的排骨倒下去 出锅前加入少许的油 这样呢我们的糖醋排骨呢就制作完成了 我们把它装到碟子上面 撒上葱花呢我们这道菜就制作完成 下面呢我们进入第二个六类材料的制作 这道菜就制作完成了 那么我们今天准备的原料呢 有鲤鸡肉 辅料呢有葱 姜 蒜 和青椒 调料方面呢有 生抽 老抽 料酒 醋 水淀粉 盐 盐 以及呢干练粉 和 鲜汤 如果没有鲜汤的话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 呃 自来水或者呢呃 开水进行代替 下面呢我们进入食操的环节 下面呢我们先来处理料头部分 我们先切 姜片 然后呢准备一个新椒 把它切成键 把它切成键 这道菜 那么 我们先从这里 下准备一个新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改刀完成之后呢 我们把它改刀成条 然后呢 我们再斜切 把它统一改刀成零星键 我们的青椒键呢就处理完成了 我们现在准备一些姜和葱 葱切葱花 切好之后呢 先放在碟子上进行备用 然后呢 我们准备两个蒜 把它切成片 然后呢 感谢观看 下面我们开始处理右辆部分 我们先把它改到 片区筋膜部分呢 我们可以更加方便操作 然后呢 我们开始切片 用平刀法呢 把它片开 把底肌肉片开之后呢 我们改到切上条 改到成条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大小均匀 我们先把底肌肉片开 我们进行初步的腌制处理 在肉丝上面加入少许的淀粉和料酒 你会认识到下一个小时的骨子 我们进行初步的腌制处理 进行初步的腌制处理 在小时的难受 我会认识到这儿 我们不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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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在心里 然后呢我们调一个碗汁 在心水当中加入盐 料酒 醋 生抽 老抽 老抽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调色 我们可以加入一点点 然后加入适量的水淀粉 调活成芡 下面呢我们开始烹调部分 把锅烧热之后呢 倒入干净的油 把锅里面的油呢 加热到150度 油温到了之后呢 我们把里级油条放下去 把里级油条放下去的时候呢 要注意尽量就一根一根 或者呢尽量就快速的放下去 如果你直接倒下去的话呢 可能藏有水分 而且呢 它容易粘连在一起 所以呢我们进行快速的投放 等它定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手勺轻轻的搅动 避免它糊底 或者粘连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用手勺轻轻轻的搅动 有粘连在一起的话呢 我们要试一下掰开它 我们慢慢的中小火 进炸至熟 然后呢捞出 锅内流鱼油呢 我们爆香料头 然后呢 把青椒键也放下去 把青椒锅也放下去 放入我们的主料 放入主料之后呢 我们烹入刚才调好的芡汁 我们加入少许的明油 把它翻炒均匀呢 就出锅 把它翻炒均匀呢就出锅 好的 本节课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聆听 再见